無常的事 出現在時間的短暫 看到的很令人悲痛 而且真的是為往生者 無法形容的不捨 會受傷者 是心很痛啊 這真正的悲痛難以癲癒 用什麼方式來表達 只有以最虔誠的 要冷靜的虔誠 祈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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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傷者 能平安 能快速地恢復 心靈 心靈 也能平靜 最多是 要撫慰 要陪伴 希望 人人 都要用虔誠 不管是祭祢 遠近 我們大家 都是要一起為這一波 好好虔誠的祝福 一起 以设计划